存檔,其實存檔部分的話大概分幾 第一個就是一頁還是要切割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我有把那個程式方 就是在雲端白板裡面第2頁下面這裡 那也怎麼樣叫切割,實際上因為下來的資料 我們如果要把它放資料庫的話 那資料庫的結構一定要是什麼 每一筆,一筆Record,一筆 所以一行就是一筆記錄 然後呢,裡面的話豆點就是分隔的藍 所以必須要做 兩次的切割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其實我們有做了第一次切割 就是什麼呢 用Split 有點像如果你 Sale的話應該是要資料剖析吧 把它剖開來,後面的話記得 要一般的話就是它後面換行就是反斜線N 那可是如果你是用微軟的那個編輯器做出來 它會多一個反斜線R 所以可見的台北市政府 的 公務員很喜歡用微軟的 相關的東西 因為後面就看出來 也就是說以後你們看到資料 假設 微軟的編輯器就會多一個反斜線R 但是如果不是微軟的 比如說它是在Mac上面 做出來的 或者Linux上面做,它可能就是反斜線N 你也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就是兩個不一樣 OK 就是這樣你就知道 大概是這種狀況 切割完之後的話 那你還要再做第二個切割 所以 我們把它切割完之後 當然你可以 得到的結果 我們第一階段的話 可以把這個地方print出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List1 裡面得到的呢 就是 假設我是用那個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然後 你把它執行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切割完的結果 就是長這樣 它實際上就是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那個串列的話 其實很大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 開頭一定是中國阿虎 然後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是第一筆Raker 第一筆 所以將來假設 你要放資料庫的話 那可能要記得 第一筆 第一筆記錄不能放 因為這個第一筆是藍位名稱 它不是裡面的資料 所以要避開 可是問題來了 第二個的話 當然 第一個階段我們完成了 可是問題來了 裡面還有 豆點要分開 所以呢 我們變成要 第二次切割 那第二次切割要怎麼切割 所以呢 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就是用那個 豆點分割 那分割的話當然 我們就是 一樣的 叫做I In range 那因為要避開 第一個資料 因為第一個資料 將來假設說 我沒有要把它當成 是資料一部分的話 那我就什麼 把它避開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是 不要從0開始 因為編號 通常從0開始 那我就從1開始 意思就是說 我從那個編號1開始 抓資料 OK 然後呢 可能 一種狀況 因為如果你Splitter的話 可能會造成就是資料 最後會多一筆 空白的資料 所以呢 記得後面一定要減1 不過這個可能還要再看一下資料 我們通常會遇到減1這種狀況 因為多一個空白的資料 那也就是說你不能把那個多的空白資料 篩到資料庫 那篩到資料庫會變錯誤啦 因為沒有內容 你篩一定會出現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就是 就是針對這個List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是把每個List 打錯了 List List1裡面的第幾個 那就中國阿虎 第幾個的話就第I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 指的就是 1號嘛 2號3號一直都一推 然後按照豆點分割 幫我切割之後的話 放在 這個List2裡面 最後把它print出來 後面這一行是 因為如果裡面有空白啦 看起來裡面是沒空白就把這一行delete掉 OK那這樣的話把它print一下 那你會看到最後我們要的結果 就是長這樣有沒有 他就放在一個一個的串列裡面 OK 有沒有 那假如說啦 目前應該 最後就是 我們要的 那將來如果說我要把它放資料庫 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呢 再一個一個存取出來 這個是0 這是1 這是2 這是3 總5個欄位 那假如說我們先不要放資料庫 我們要把它存檔的話 那怎麼做 那存檔特別注意喔 所以最後這邊 存檔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f物件 的一個open方法 我們假設f是一個 我們自己取的物件名稱 配合 那個python裡面的open方法 那其實open 多半是針對檔案 那後面的話請你 給他一個檔案名稱 H這個什麼 比如說住宅 這個名稱叫什麼 住宅 卸道 然後後面副檔名一定要加一下 點csv 然後呢 後面豆點再加一個什麼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寫檔 所以你會給他一個模式叫w 好那enter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f 點什麼呢 加一個點right right的話意思是說 我把它寫到 特別是說 前面有點像開個檔 那再來的話呢 寫 寫的話呢 特別是 我必須把上面這些 list2 這些東西 全部串成一個 自串 然後再寫到csv裡面去 那目前那個串在一起那個動作我還沒寫 那我要怎麼寫 我們待會再來看 我們先把這個 存檔的後面步驟先 把它寫完 rise s 目前沒有啦 我先把 然後後面記得 關檔 寫完之後呢 把它close 所以喔 後面這三行是存檔 然後呢 如果我要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在for回線上面呢 先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 變數 也許叫做s好了 那s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先給什麼 先給它的欄位名稱 那在它的欄位名稱的話 總共有幾個 這邊好像它有提供吧 我記得好像在這裡 這個 總共有 編號 案類 發生日期 時段跟地點 那我把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中間加豆點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改成豆點 那這個的話就是CSV開頭的地方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反斜線N 這個反斜線N要自己加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加的話 它不會換行 反斜線N就換行的意思 然後再來的話我就把 這個我print的這些東西 全部串在一起 那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那個所謂的 串接 S等於 S字體本身 再加上什麼 我要串的東西 那我要串的東西 有固定格式 因為CSV的話 就是中間加豆點分格 所以我就給 第一個東西 那我這邊習慣用format 第二個東西 第三個東西 總共五藍嘛 所以五個大瓜糊 中間的話呢 通通給大瓜糊 為什麼呢 後面記得 反斜線N 為什麼 因為每一筆資料後面要換行 OK 然後 前面有五個大瓜糊 所以呢你後面要給五個 變數給他喔 所以後面的話加一個點format 那format format 那format的話就給什麼 我第一個的話就是 List2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的話就中瓜糊0 那第二個資料的話就中瓜糊1 豆點 所以 後面的話意思是說 我分別把什麼 把這個List2裡面的 1234 01234就五個欄位的資料 分別切完之後 把它放在 這個裡面喔 所以總共五個 所以我用複製 複製方法 這樣喔 OK這樣比較快 然後記得要改 然後再來就是把 第一個 0 1 然後這邊改2 這邊改3 這邊改4 好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大 意思就說啦 我們這邊 有點像是 這邊的資料 這邊這邊的資料 第一個的話就0 那0的話幫我塞到哪裡 塞到這裡 第一個 這個是1嘛 所以把1塞到這裡 2的話塞到這裡 01234 那就分別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幫我放在這裡 那這個是主要是用format 當然呢 坊間的書籍也會用串接啦 不過我是建議喔 以後如果你要把 資料全部串在建議用format 如果你對format不熟喔 可能再 找一下相關的資料 OK 好把資料丟進去了喔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S了 好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S 全部串在一起 並且怎麼樣 把它寫到 有沒有 全部串完之後 那這邊的所有的資料 有沒有 就會變成什麼 藍位名稱換行 然後第一個資料換行 第二個資料換行 一直類推到最後 然後就把這個S 直接放在right裡面 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就 完成 存檔 的 這個動作了 OK 我們最後run一下 因為 現在還沒看到這個檔 所以 我們就先run 但是你會發現喔 我現在 這個檔 我前面沒有給他路徑 那 如果沒給路徑他會丟到 預設路徑底下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什麼 把這個模組先存檔 不然他到時候會丟到一個你找不到的地方 然後我放在哪裡 我建議你放在 C碟底下 也許你開個目錄吧 目錄名稱也許叫做 Python 2021 OK 假設我丟在這裡 那名稱的話也許我叫什麼 住宅 住宅竊道 好 好 這樣 那如果你run了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他就會 把這個檔案 存在你 跟你一樣的 相對路徑底下 來試試看 直接執行看看 OK 那如果沒有發生錯誤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成功了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就是在到 我剛剛講的那個路徑 C碟底下 我剛剛是存這個 Python的2021 裡面就會有個CSV 那我如果直接打開來看看 有沒有發現 如果看到的結果 他是 這樣的結果的話 ABCDE 那底下的資料呢 就會乖乖的按照順序排列的話 那表示 你就已經 正確的存檔 OK 應該 懂那個 意思吧 那 我把它關掉一下 OK所以這個檔 基本上就被存到哪裡 存到這個我們的 有沒有 根木屋底下 這個地方 那我再把那個 剛剛的程式重點 說明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是把它 資料做切割 先切割 它的行 再切割它的斗點 那最後為了要把它寫出去所以 底下三行是存檔 會需要一個S 那這個S的話就是把它 串接在一起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另外我會把那個 剛剛我寫好的程式 把它直接怎麼樣 怎樣 放到 C 直接放到雲端好了 在06 01底下 的第幾行呢 剛剛一樣 在第 第二頁的下方 切割的地方有個存維 CSV 那假如你對我剛剛寫的這段程式 比較沒那麼熟悉的話 那你可以 參考一下 那基本上主要是 切割完之後 我增加了一個串接 然後再增加什麼 增加這個串接 所以我把那個我增加的 程式呢 把它 把它 這個 用黃色底線把它mark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裡面蠻重要一點部分 這個format很重要 這個如果你對format不熟的同學 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也蠻容易理解 它就是把 前面是格式 後面是資料 把後面的資料丟到前面的格式 就大瓜糊裡面 然後他會自動 就幫你把它最後輸出就是中央 增加鬥點